周星驰的功夫全球票房到底是多少?2004年9月15日,功夫第一次走出国门,在多伦多电影节上做了全球首映,迅速获得了媒体跟周星驰影迷追捧,其中最继代表的国际媒体screen杂志对功夫做出评价,终结一切武侠片的武侠片。 功夫让杀死比尔,看上去像是一次操场乱战,周星驰此番向李小龙及少师兄弟诚挚敬礼,将热辣的打斗场面,闹剧式的斜血桥段和疯狂的黑色喜剧融为一体,让人大跌眼镜。 比尔默瑞,功夫是当代喜剧的最高成就,那么功夫的都在哪里上映过呢?功夫移工在全球的56个国家,不是56个民族和地区上映,全球总票房为100美元,914,4451,05亿美金,其中北美票房为17美元,108,591,内地票房为20美元,291,436, 香港票房为8美元,100,201,日本票房为16美元,512,063,台湾票房为6美元,525,911,韩国票房为5美元,956,468,功夫在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,其中北美拿下1700万美金,全球票房1亿美金, 同时创造了华语电影全球票房冠军,国内外大奖无数,更是获得美国时代,2005年全年十佳影片之一,并且功夫成功提名第63届美国电影全球奖外语片, 美国广播电影协会最佳外语片获奖,阿姆斯特丹奇幻电影节影奖获奖,波士顿领平人协会最佳片获奖经典已成过去, 期待2020年星爷的功夫二吧!